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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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没用的 我这里给你先开点消炎药 只能控制病情的蔓延 但要真正治好 你还是要买些补药来调养 比如说人参 人参 我们家哪吃得起人参啊 这病我们不治了 海哥 人参就人参 不就是钱吗 大夫 我送你 好 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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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我真是没用 我真是没用 我一个大男人 不会养家糊口 去连累了全家 我死了算了 你 海哥 你就算病再重 日子再艰难 就算是连船都烧了 我们不也活过来了吗 况且 家阳在一天天的长大 你就算是为了它 你都不能够轻言放弃啊 娘 娘 我回来了 叫你在家好好待着 你怎么一会儿功夫上哪儿玩去了 还弄得这么湿 娘 我和沙红一起钓虾去了 你可以拿到鱼行里去卖钱 给爹多抓一副药 给 贵 家养珍贵 爸爸有你 和你妈 比什么都幸福啊 我跟你说过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六岁了 要上学好好读书 读书是为什么呢 你要挣大钱给爹治病 赠这种小钱的事 有娘就行了 知道吗 我会好好读书的 对 贾阳说的对 不要打我 打死你啊 打死你 小兔崽子 哭 你还好意思哭啊你啊 你跟人打架就算了 打不过人家还会来哭 我不打死你我 爹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告诉你说 老子当年当少爷跟班 落草曹帮最艰难的时候 老子也是一根硬邦邦的脊梁骨 你知道吗你啊 我也是猝不及防 再加上那小子个头大 憧憬十足 他们两打一啊 两打一怎么了 两打一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了 你今后总是要一个人开船走江湖的 知道吗 你记住 下回啊 就是有一百个人 你也得往人家脸上打一拳 你要有一当百的有气 知道吗 不行啊 爹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但是我听人家说 抽大烟不好 伤身体 你就别抽了 儿子 我知道你关心爹 爹很高兴 但你记住 你别想教训老子 等你以后有出息了 给老子买好的烟土 福寿高 老子就冲死也乐意 娘 每天东家西家的涉点鱼颤 又是做鱼丸 又是做虾丸的想办法 可就是 赚再多了钱 你别担心 你妻子一定会想办法给你挣钱买人参的 来 多吃点 来了 辛苦辛苦辛苦 老板 今天的鱼丸很新鲜的 我还多调了点香辛料 回头给您尝尝 事当换换口味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不瞒你说 现在不是换口味的事 这军阀混战 南京 五十的变幻大王旗 生意是一落千丈 你前天送的那些鱼丸 还没卖完 没关系 那我再去其他饭店试试吧 那还不是大同小异 其实你倒不如到秦怀和尚 为我们传娘们感不感兴趣 秦怀和尚一向繁荣 而且你们家彭海 以前不也经常送鱼给他们吗 那种地方 那看什么人去了 大家还不都是为了挣钱吗 赚钱的方式不同 你坚持你的原则 这年头 谁会跟元大头过不去 徐老板 红姑娘 就这位徐老板点你唱了曲 是你 你们认识啊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那好 那你们聊 我去厨房安排菜 红小姐 这位客官 要听曲啊 不论白天晚上 我都不会拒绝开唱 我们在秦怀唱曲子 挣的是辛苦钱 但是 要打听过去的红尘往事 这不是我分内的事 红尘白浪 两茫茫 我好好的一个家 奋斗了一些 我至身逃到上海 为了生存 我隐姓埋名 吃了不少苦 现在我在南京 站满了脚跟 在南京没有红尘路 只有徐天路 在秦怀河没有白小倩 只有一个红尘倩 对吗 你就不能陪我 坐一坐歇一歇 什么话都不用跟我说 只是坐坐 只是坐坐 请 何苦来呢 你有钱 在秦怀河上 尽可以找到乐子 何必来这儿 那我这个只会唱小曲的开玩笑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不是 我要你做好 是希望我能够面对面地看着你 看我 我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不是看你 我是在看我们过去的时光 既然过去了 那就让他过去 真的能过去吗 红尘路能成为徐天路 白小倩 真的能成为红尘倩吗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怎么不早来呀 我们的渔船烧了 没法打鱼 只好 在左邻右舍的鱼里头奢一点 做成渔丸 挑到南京 卖给熟悉的饭庄 可这两天 饭庄的生意清淡 不得已 只好来麻烦你 什么麻烦不麻烦呢 我先尝尝 确实好吃 谢谢姐姐 有什么建议 你尽管提啊 怎么说呢 做鱼丸呢 要看吃鱼丸人的喜好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鱼丸呢 江浙一带的人就会很喜欢 但是广东福建的人 吃起来就会觉得弹性不够 太过酥软 原来一个小小的鱼丸 也有这么多讲究 看来 我是高估我自己 别这么说 假意时日 你肯定是最好的厨师 以后啊 你尝到我这儿来做客 咱们也可以聊聊 做菜的手艺 也许你觉得这个地方 是风月场所 看不上眼 怎么会呢 以后我会常来的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不过 船娘也是有各式各样的 至少我月姑做的 不比别人的人格低下 那你先忙 我走了 嗯 是吗 我 你没有必要付钱给我 告辞 洪小姐 夏月十五 是一个故人的忌日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人 就请在那天晚上 到往江楼一聚 至少 去让我转送你 一下 不分了 我照顾你 哪里 也正好 护身 徐老板 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红姑娘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不过像你这样 直接了当邀请人家去家里 我还是第一次接 恐怕呀 到时候 你的失望会更多 不 她会来的 她一定会来的 因为她不姓红 她姓白 她也是我所认识的女人当中 难得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看来徐老板 对她很了解呀 太了解 会带来痛苦的 你看她 连那块烧焦的羽花石 都保存着 说明她无时无刻 都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 我一定要帮她抹去这段痛苦的回忆 那徐老板就送块新的羽花石吗 月姑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 看来我好久没来这儿了 真是过意不去 我的徐大老板 只要您别在这船上砸盘子摔碗 我就阿弥陀佛了 那是我过去太年轻了 现在结婚了 有女儿了 自然改变了我 是 看看这个 这个怎么样 这个挺好看的 不小 这个呢 像西游记 我要的是霸王别姬 不是盘丝洞 继续找 真所谓酒香不怕巷子身 可是吃饭还是要讲究环境 这种逃假古董的地方 更适合市井无赖出谋 谈生意吗 别说什么市井无赖了 瞧 你女婿不也是乐此不疲吗 看样子还是常客呢 天路 天路 爹 你在这儿搞什么呢 我来这儿买块羽花石送人 人家说这里的羽花石种类比较多嘛 送人 客户 不 朋友 朋友 商界中的人 情趣一定要高雅 切记低俗 真正可供玩赏的羽花马脑 怎么会混杂在如此低廉的地摊货中呢 若能接受 这样的朋友 还值得在商界中交往啊 买东西可以找树青嘛 毕竟是我们家门熏陶出来的 是 爹 您教训的事 下次我再出来 我肯定带书亲一起出来 徐老板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 不愧是秦怀第一船娘 我实话跟你说吧 周会长是我的岳父 我一直想得到他的赏识 但是因为种种因素 我始终无法得到我岳父大人的青睐 那你想怎么做 让我去说情 哪敢啊 我岳父他又不是个耳软心活的人 再说自家的事 何必都这么大的圈子 我来是想麻烦你 请你帮我了解一下 我岳父有什么癖好 我好投其所好 徐老板 您可真是太有心计了 我不过是想讨好老人家 你看你说的 而且我知道你船娘 是秦怀第一大善人 你该不会吝啬指点吧 您可真能花言巧语 我怕了你了 你岳父啊 他爱吃江鹰的河豚鱼 我这偶尔坐坐 其他人都不吃 只有他一个人吃 那想必你这的河豚 一定是美味超群 值得拼死一吃了 徐老板夸奖了 其实啊 要想把河豚做得好吃 并不难 难就难在 把这些看似平常的菜 做成美味佳肴 就好像这鱼丸 您可以尝尝 好味道 确实是好味道 说一句不怕您笑话的话 这道菜 倒让我想起我的家乡菜 徐老板 这鱼丸 可是江鹰瑜伽嫂嫂做的 可您的口音一听就是这江鹰 您可太能跟我客套了 您可真是明察求好 老板 怎么心情突然一下子好起来了 有什么收获 是啊 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鱼丸了 我正很有事情找你去办 雨花蛇的事你帮我搞定 然后到江鹰你带去找河豚鱼 记住 要两条 我们把这个拿去卖了吧 阿威啊 这是奶奶送给你的 不行 我给你的 也就这个值钱了 阿威啊 这样 过两天 我去江里 打几条好鱼 我们连船都没有了 怎么打鱼 更何况是打好鱼 海蛇 你给我的已经在我心里了 我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你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的 你答应我 明天 我们就去南京把这个卖了 小姐 醒醒好啊 小姐 醒醒好啊 小姐 你赶紧走开 我海人了 我 小姐 小姐 躲开 小姐 我这儿有好东西给你看 你看 小姐 这可是祖传的宫廷画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儿子得了疾病 我等钱抓药 我才不会拿出去卖呢 便宜你了 小姐 你看看 你看看这橙色 这这 皇宫里的宝贵 你骗谁啊 我一天看八百回了 小姐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这个东西啊 你会后悔的 你真的会后悔的 我才不后悔呢 你这是好东西啊 你去当铺啊 当铺 这做工嘛 真不错 样子是老了点 橙色嘛 看得不清楚 这种东西收在手里 就怕卖不出去啊 掌柜的 您先留着吧 到开于旺季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来熟的 都这么说 您再看看吧 你这东西自己做的 不是 是一个朋友送的 我最近收了一件东西 单独摆放吧 有点单薄 不如这样 你把它让给我 我把这镯子 一并给你收了 按照当前世上最好的价格 你看怎么样 阿威 我 我知道 这是你最好的朋友送的 我们不卖了 再走下看看 看吧看吧 上哪找这么便宜的买卖 我 我 卖 我卖 这东西归我 银子归你 咱们就两清了啊 咱们就两清了啊 打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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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 这是我上刚收来的东西 这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谁给你的 你给我看看 你疯了你 这么好的东西 你都想要你 这是我的 你给我看看 两块刀匪 两块刀匪 求求你了 这是我的东西 你给我看看 你走不走 求我看看 求求你了 阿威 不想话 这什么地方 是你们说闹就闹的地方吗 快走 赶快走 我 我不是无力取闹 不是间歇眼开 那真的是我的东西 想到你 为了把爹的尸体落脏 没办法 不得已在上海 当了他急用 只是我没有想到 在南京发现了他 一方面是感触在心 还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好像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似的 阿威 我知道 我知道 你 你别着急 海哥 阿威啊 今天走多了 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阿威啊 你看看 有什么地方 去帮我弄碗热肠来 去看看 好 那你坐着啊 坐着 你还来干什么 啊 掌柜的 我老婆跟了我那么多年 第一次 有她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好啊 可以啊 拿钱来 五百块现大样 好 珠宝店里没有 小摊上全是破烂货 哪有上品的羽花石啊 爷 前面有家当铺 哼 当铺多晦气的地方 爷 你有所不知啊 现在这世道很多大户人家都败了 许多丸收藏的丸固子弟 都成了当铺里的乘客 有些当铺里还真有好多货色呢 要么没有羽花石 要有都是上品 至于会气不会气 又不是留在爷手里 也是啊 那去看看吧 赶紧买几块交差 还要去买鱼 我们把南京一带的渔村都跑遍了 老板说了 只要僵硬的河腾啊 别的地方的河腾 他全都不要 这季节哪里还有河腾啊 就算有钱都买不到啊 你给我走 掌柜的 掌柜的 这原来是我老婆的 你竟然把他给卖了 你个臭打鱼的 把自己卖了 你只是卖 回你江鹰老家打鱼去 兴许在江里头能捞出个宝贝来 你是江鹰打鱼的吗 是 等我一会儿 哎 打鱼的 有没有办法帮我打两条 一模一样的河腾鱼啊 河腾的捕捞季节早就过了 想打河腾 是江西 激风大浪 那是大海捞针 更别说两条一模一样的了 也许十天半个月都打不上一条 那这样吧打鱼的 我让掌柜的留下那款鱼 你能帮我打两条一模一样的河腾 这满鱼的钱我给你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老板 有多少店卖鱼花式的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别找了别找了 我问你 一个男人如果在短期之内 无法赢得女人的心 更好的办法是什么 如果不行 来 来硬的咯 我大哥的忌日快到了 往江楼 记得帮我安排一下 是 还有 下个月十五号 我岳父应该去秦淮河赏月 叫你买的河腾怎么样了 有点难度 现在不是季节 明天我会去江英 十五之前 我肯定拿得回来 你放心 我已经下了本钱 那是什么 小玩意儿 海哥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怎么这时候还不见人影呢 风越来越大了 刷嫂 刷嫂 看见我们家海哥了吗 老鹏啊 他和老沙去打鱼了呀 他身体那么差 怎么能打鱼呢 是啊 老沙也圈了他半天了 可他念的性子啊 一定要去 说什么要打什么河豚 这哪是打河豚的季节呀 所以他们去江西了呀 这回都起风了 江山浪多大呀 江西很危险 是啊 我去看看 等等我 我跟您快去 快点 回来了 有没有看见上哥河海啊 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看到啊 有没有看到啊 有没有看到海哥 有没有看到海哥 有没有看到海哥呀 有没有看到海哥 看他回来 好像没有打到什么鱼啊 没关系 小心打 娘 娘 江阳 我回来了 好大的风啊 老沙回来了 老沙回来了 快点 江阳 走 回来了 老鹏呢 他呀 简直是疯了 这么大的疯 他死活要捞什么河豚 我只好把船让给他了 你呀 明知道他身体不舒服 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在船上待着呢 老鹏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要是撅起来 谁来得住啊 哎呀 我可是害怕 这是玩命啊 好了 你杀嫂 你别管杀哥了 海哥会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唐嫂 天快下雨了 我们还是先进屋里躲躲雨吧 澎海啊 他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他经验丰富 希望他没事吧 是啊 我们先走吧 走 我们先走了啊 你放心 他没事的啊 海哥 不 你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胡说什么 快说菩萨宝又说十遍 快 不用想要去冒险 冒天爷 你一定要保佑海哥 平安地回来 海哥 爹 爹 爹 海哥 爹 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提心吊胆呢 爹你怎么了 阿卫 阿卫 我告诉你 阿卫 这五六年来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一回男子狠 你的鱼 好了 你的小鱼行真难找 还算找着了 要是在我们村里就更难找了 一路没找到这个鱼行的牌子 我还以为你骗我呢 老爷 我怎么会骗你呢 再说 以后 那你说 这东西送给你老婆的 你老婆怎么没一起来 他 给我抓药去了 哎呀 你老婆多好啊 怪不得你那么疼他 玩命捞河豚啊 请把东西给我 哦 对了 我把他忘在南京了 嗯 嗯 这样子吧 你再帮我打几条刀鱼啊 石鱼什么的 我下次顺便带给你 好吗 那这样说定了 好我先走 走 哎 老爷 下次 下次什么时候啊 不行 你要走 把鱼留下 哎 你干嘛 你给我 把鱼留下 你走 嘿嘿嘿嘿 走 走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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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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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家的鱼兜啊 走 快 爹 海哥 爹你怎么了 海哥 爹 你怎么了 你怎么样 海哥 爹 海哥 爹 海哥你怎么了 海哥 海哥 岳姑怎么说 他当然惊奇 说这个季节 他能打到这么好的河豚 今天晚上 周会长有口福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接受他的财产 是件复杂而又烦心的事 你准备好了吗 你肯定白小姐 一定会来吧 他一定会来 就这么肯定 你先去忙吧 我等你得手的好消息 好 岳姑啊 周会长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吗 今天有您最爱吃的河豚 是我亲手给您做的 难得难得 这个季节还能吃上河豚鱼 是 岳姑啊 今天陪我共享美食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再说了 我也不爱吃 不就是鱼嘛 您喝点茶啊 好 稍等啊 六公公 拿去蒸吧 好 好 吉他 2 1 哎 2 2 2 4 Simply Hum 6 6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我们一起敬大哥一杯 文光 今天是你的忌日 我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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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